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雷 今天阿雷给大家开箱一个耳机 这个耳机是一个国产的品牌 名字叫做IKF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 其实我也没有听说过 这次也是人家厂家直接找到我 通过B站找到我 想让我跟他们做一个开箱 他们只是给一个样品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只是一个样品 这款耳机我今天在淘宝看了一下 它的价格就是200多块钱 其实呢我也不是说缺耳机 我只是想体验一下 我们目前国产的这些品牌的耳机 到底怎么样 后来过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呢 就给我邮寄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样品 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开箱的这个耳机 因为看AirPods那个白色的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 包括现在很多耳机都是白色的 所以呢 我选择一个黑色的 这个上面简单的有一个介绍 是智能蓝牙5.0的 支持AAC和SBC的一个音频解码 如果你对耳机了解一下的话 蓝牙耳机一定要支持这个音频解码 它的音质呢才会好一点 这上面的功能呢 大家也可以详细的去看一下 好那现在我们就打开这一款耳机来看一下 说明书 双耳带连接不上啊 这个是一个说明书 它还有一个扫描这个二维码 可以看到一个现场的讲解 上面会有一些简单的说明 这个说明书上面有关于这个一键可控的这种操作啊 我们先放一边 待会可能会用到 这个就是这个耳机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漂亮的一个耳机啊 好我们打开 这个是它的盒子 纯黑色的 还挺漂亮的 这是耳机 这是这两个耳机 感觉跟AirPods挺像的 这个是一根Type-C的数据线 你看这一盒子 它有一个磁力霍尔连接 我们放进去 有一个磁力的感应 跟苹果的AirPods挺像的 这个是一根Type-C的数据线 也就是充电线 这个耳机感觉还是挺好看的 上面有一个灯 我们打开的话 它这灯就会变成绿色 盖上就是一个白色 好 现在我们去连一下吧 我看它这个支持游戏低延迟模式 然后怎么打开呢 那我们拿出来我的手机 它这个上面有一个说明 好 我们去看一下 我直接用手机扫描二维码 进入的是它的官方的公众号 这第一个就是 这就是它一个视频的演示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用 近年来 明镜各类游戏已逐步开始火爆 听声变味已成为游戏成败的关键 可市面上普通蓝牙耳机延迟率高 严重的生化不同步 听声变味效果差 大大减损了玩家的游戏体验感 今天体验的这款iPhone的Pro蓝牙耳机 就完全解决了这个困扰 它搭载了游戏低延迟模式 低至65的延迟 完美同步战场实况 轻松吃鸡 如何开启游戏模式 手机状态下按三下触摸键 第三下保持长按两秒以上 如何关闭游戏模式 按三下触摸按键 第三下保持长按两秒以上 关闭游戏模式 不需要玩游戏时候 请一定关闭游戏模式 从而让耳机保留完好的续航 音质信号等体验 更感人的是 它内置了智能感应芯片 可实施监测 耳机佩戴状态 入耳瞬间即可感知 摘下耳机自动暂停播放 拖土的懒人福音 好大概看完了 也就是说它主要的是一个低延迟的游戏模式 包括它一个自动感应的 那我们我现在呢连接一下我的iPad 哦现在就就已经就已经发现了 好连上了 连上我们放一个音乐来听一下吧 好了然后我戴上去之后 好现在就开始了 现在就开始播放了 嗯好我摘下来 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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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反应速度还挺快的啊 戴上 大家呢可能不知道我也没有给大家说过啊 我在大学的有一段时间呢就特别喜欢这种DIY耳机 啊淘宝呢有很多的这种耳机的单元啊 包括那些坏掉的品牌的那种特别好的耳机 价值啊就是一千多两千的那种耳机 然后呢它坏掉了 然后呢就买回来他们那些耳机的单元 再买一些线材自己回来之后呢通过电烙铁自己焊接一个耳机 啊其实呢当时呢就是穷嘛买不起好耳机还追求什么音质啊 所以呢我对耳机也算小有研究吧 但是不专业啊只是特别喜欢折腾这些东西而已 啊现在呢我拿苹果自带的这个有线耳机的跟这个啊蓝牙耳机来对比 虽然它这个呢不能这样对比啊 但是呢我觉得呃我对比的是它的在听音乐上面的它的音质 所以呢呃总的来说它这两个还是特别特别像的 也就是说苹果的它的声音呢稍微的发闷一点 也就是说它注重的低音比较多一点 而这个呢我听的是低音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但是它的声音呢要比较清脆一点 现在我来去尝试一下打游戏 看它的这个延迟 现在打开和平精英好久没有玩和平精英了 我一般玩之后都喜欢在ipad上面 因为它的画面呢比较大一点 手机上根本就没有安装有任何游戏 这个如果你长按三下启动游戏模式是123 然后呢我们会在耳机里边听到嘟嘟嘟的声音 然后呢这个游戏模式呢就已经打开了 体验完了正在一个不挑剔的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无论是它的质感呀音质呀操控呀续航呀 包括它还有一个游戏的模式 总的来说呢还不错 毕竟呢是一个200多块钱的东西对不对 对于我来说就基本够用了 至于大家买不买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了 毕竟耳机这个东西不体验真的很难说好与坏 大家呢对于音质的要求呢也不尽相同 所以我呢今天只是一个上手体验 大家呢误喷我 好了今天呢阿雷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阿雷的视频的话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给阿雷点个赞 同样你也可以订阅和关注阿雷的频道 阿雷什么时候更新视频的话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你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